民進黨委託陳建仁拍防疫影片 阿忠去哪裡了 這個好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個非常奇怪 就陳建仁 陳建仁 陳建仁最近幹了幾件事情 陳建仁 第一個這個很奇怪 他是在這個 蘇貞昌講說新台灣模式 在談新台灣模式的時候 蘇貞昌出來講說 這個我們不要用口水來污衊我們辛苦的防疫官員 尤其是陳時中 就這樣 把這個講了一遍 講完之後呢 奇怪了 我突然看到英國的媒體 衛報 衛報突然間訪問陳建仁 陳建仁跟大家講說 哎呀我們國家的準備不夠啊 他跟蘇貞昌打對台你知道嗎 陳建仁奇怪啊 因為陳建仁個性非常小心的人 怎麼會敢去跟蘇貞昌打對台戲呢 我想通了 蔡英文叫他講的 這是我第一個懷疑 他第一個露出馬腳 第二個露出馬腳在哪 在總統府大家看到了 他被類似總統 他坐在蔡英文旁邊 然後呢這個 蘇貞昌跟這個陳時中兩個 坐在台下 像兩個被告一樣坐在那邊 那個經典的畫面大家還記得 好現在第三個更奇怪的事情今天發生了 陳建仁啊 大家看看有沒有圖面 這個Omicron你看有沒有 陳建仁的叫做 叫做什麼 大人哥清潔2.0 大人哥清潔 民進黨中央 我跟你講民進黨中央是政治單位喔 民進黨中央找陳建仁 拍防疫影片 防疫影片呢 他講的這些內容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胡說八道 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 先請教小金跟華董的政治問題 民進黨中央到底在幹什麼 陳建仁你剛才講了他的問題對不對 民進黨中央請 因為民進黨中央刻意找 為什麼不找 因為陳時中要選台北市市長 你應該找陳時中來做防疫影片 為什麼找陳建仁呢 陳建仁你 這裡面一定有一些政治的原因 否則沒有這回事 要花錢 防疫影片花好幾百萬 民進黨中央不會隨便 而且 沒有總統指示 不可能有這個事情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覺得在那天啊 蔡英文坐在中間 然後一邊做這個 賴清德 一邊做陳建仁 這就已經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在這個影片之前 那所以我覺得呢 他就是 其實 賴清德也是 醫師 醫師嘛 那怎麼沒有找賴清德 來拍這個影片 他也是民進黨的黨公子 拜託賴清德 要他命啊 對 所以我就講 蔡英文跳樓自殺算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怎麼不去找賴清德來拍 那個正當性也很高啊 他也是賴醫師啊 他以前那時候在做台南市長的時候 最紅的一段期間是他走到哪邊 都剛好有人就不小心 可能 不舒服倒在路上有沒有 醫師的身份 然後上面呢 去救大家 等等之類的 那可是 現在 好像把他藏在閣樓裡面 就是呢 都不讓他露面 他醫師的身份 也沒有辦法在疫情當中 好像出來發表 我相信他不是不會 他以他醫師專業他一定懂 他是公衛什麼的 他都非常了解 可是 為什麼在 螢光幕前的 只剩下陳建仁 那我兩個猜測啊 具體猜測 第一個是 陳時中去選 這個 市長以後 他要來接班 第二個呢 是說要透過 陳建仁呢 去 壓制 所謂的賴清德 讓他真的變成 累副總統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知道吳東怎麼看法 我覺得是對 我覺得陳小金講的是非常精準的 我現在又把那個內容 你們大家看一下 他Omicron是危機也是轉機 放你媽的屁 我家生病了 他媽的是轉機也是危機 我小孩子嗎 兩歲死了好幾個 對不對 然後台灣會是世界防疫典範 各位網友你們聽聽看 陳建仁在放什麼屁啊 台灣現在還敢講是世界典範嗎 蔡英文都出來拍板 蔡英文出來發脾氣 要增加這個 快拆戰 大型的篩檢 篩檢場所 自己的政府都覺得自己都做得不好了 然後全部都在罵你了你知道嗎 然後你居然會證 陳建仁在大人跟他出來講說台灣會是 台灣會在成為世界的防疫典範 你要不要臉啊對不對 你跟那個冷凍雞腿差不多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這種人呢 Omicron是危機率也是轉機 你過去得Omicron看看 你看也是危機來轉機 你笑辮子的你會危機轉機嗎 還有這種事情 小孩子死好幾個 誰在管這個事情 民進黨敢做這種廣告 你們大家看看 然後該如何正確與病毒共存 我現在這個問題就非常有意思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跟病毒共存 喉嚨不能講話 喉嚨無刀割 對不對 流鼻血流出鼻血出來 然後我跟病毒共存 這個時候民進黨就厲害了 其實蔡英文總統早就寫在臉書上 他說他們的民進黨 黨功只要推動一個叫做 康復者聯盟 就是你有確診過了有沒有 你要去跟大家分享說你是如何康復的 然後說 比如在家裡休息10天蠻舒服的 這個 平常工作好累喔 剛好確診可以在家請假10天 你要去跟大家講說 確診不可怕 我確診我還是開開心心的 我們民進黨去隔離的那些人 全部出來講 這就是民進黨與病毒共存的方式啊 我不騙你 真的寫在蔡英文臉書上 然後他寫了 如何就診服藥 你今天 你到下個禮拜 才在決定說 快篩羊等於確診 對不對 如何就診服藥 政策還在執行 你民進黨現在推這個東西 你到下個禮拜做的 不同政策 還敢講 孩子染疫怎麼辦 他媽的這個真是有一套啊 小孩染疫我們剛剛講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嗎 我們都開始轉成老爺了怎麼辦 然後他如何就診服藥 解封 如果就診服藥更荒謬他講的喔 抗病毒藥物不可以自己買來吃我買的到嗎 買不到啊 哪那麼好買 一定要經過醫師診斷 最後一句關鍵話很有意思 陳建仁講的 依照台灣的病例分佈狀況 服用抗病毒藥物的比例並不高 因為你都沒發 你沒有藥給我然後你告訴我說比例 他看到現在的報告看起來比例不高嘛 為什麼因為他不給你藥 我們剛剛講的沒有PCR驗過就沒有 他用PCR把你擋在這邊嘛 你沒有經過PCR你就沒有辦法去看醫生嘛 就PCR把你卡死了嘛 然後故意然後蔡英文就開始今天就講說 我要擴大PCR的人量嘛 結果我看到他在松山機場搞一個 快篩站 結果我一看是誰幫他支援呢 三種支援三種部隊嘛 奇怪因為我們今天 小金跟我講一個重要問題 你剛剛講的嘛 你PCR一搞下去結果會變怎麼樣 把醫護人員的戰力 剛剛前面講的整個拖垮了嘛 那你還在 增加這個快篩站是幹什麼 你在增加快篩站的目的 你同時下個禮拜 你又要去開放這個 開放全民給藥 又要開放這個 快篩羊等於確診 這些通通你看我現在講三件事情 全部互相矛盾 全部互相矛盾 那那一件事情是貫徹就是有個邏輯的 然後最重要你剛剛講到 結果你講到陳建仁這個事情 我當然認為陳建仁是要來選總統的嘛 陳建仁就是要來抵制 賴清德用的嘛 這個事情太荒謬了嘛 你怎麼樣都應該是要找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陳時中那不然就反過來看一句話嘛 陳時中掛了 陳時中 台北市 你台北市議員 我昨天跟一個民進黨人在聊天 然後我聽說說他們還是要堅持要退陳時中 我也認為是他 所以 陳建仁的這個抗爭 應該是沒有辦法說要讓他去選市長 市長他可能也不要啦 他要他就是他要選總統跟賴清德罷 是要跟賴清德罷了 可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包括這個內容 我就 講給大家聽一個結論啦 什麼結論你知道嗎 就是民進黨全套的邏輯裡面在搞選舉 你知道嗎 沒有一件事情是要去搞真正的醫護或是說醫療政策 或是我們的危機處理 通通沒有啦 然後今天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那個侯友宜 侯友宜講了一句話 侯友宜說 請蔡總統要到第一線來看對不對 對蔡總統怎麼回應的 他說呢 請發言人講 然後呢他還講說什麼 他們有打電話 今天又有一個新的議題 基層醫師 最近對基層醫師 最近那個 蔡英文跟侯友宜有點槓上了 對 因為侯友宜一直叫他說你要到前線去看 你要關心一下大家 可是他說什麼 他說啊這個 給請發言人講 然後呢他說他有打電話給這個新北市的 新北市的誰啊 他打電話 基層醫師公會 基層醫師公會嘛對不對 後面有寫他打電話去 然後呢結果 總統 那個侯友宜說 他打電話去的時間呢 是去年六月 去年六月打了唯一通電話 然後說今年呢沒有 然後呢今年是到了這個星期四 才打電話給新北基層的醫師 所以他意思說蔡英文總統打給他 是去年的時候打過一次 然後總統他所說的所謂他打給新北市的基層醫師 有打喔 可是禮拜四才打的 也就是五月十九號 那我們今天禮拜天嘛 沒幾天前 打完電話趕快跟大家做宣傳 但是中間整個過程裡面 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那侯友宜怎麼會那麼有興趣的 槓上的這個 蔡總統 你們貴黨的侯市長 我覺得不錯啊 這兩天怎麼回事 因為王必勝也在幹他嘛 對不對 他不回應王必勝 他跑去幹蔡英文 我覺得不錯 因為現在有民怨 我必須講 因為現在基層真的 對疫情有民怨 我們現在每天 像包括我自己的辦公室 每天在處理 我還在處理 居格通知書沒拿到的問題 侯友宜跟柯文哲講了 一整個月是我們的法傳系統有問題 不改 然後呢 現在才叫唐鳳去改 不是已經都什麼時候了 然後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到目前 所以現在還一堆人在家裡 等居格通知書 居格通知書拿的是要幹什麼用 他要去請假啊 或者是他要 出險 請假出險 還有他要快篩陽性 視為確診的時候 要拿到居格通知書 才能夠去 用那個視訊診療 那旁人家去以後 還要開居格通知書嗎 你要有居格通知書才能 你說你在隔離中的證明 你才能透過視訊跟醫生問診 你才能拿藥嘛 不然你只能去醫院而已啊 你懂嗎 可是如果說我是陪伴的話 比如說你先生 比如說你 同住家人 然後你是居格 對 那他就不開居格通知書給你了 要要開 不開 他現在不開了 0加7怎麼開 他還是有一個電子版的 你就登錄之後 他會應該 那你拿那個還是可以去跟 保險公司請款嗎 你可以 原則上應該要給你請款 但我不知道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 如果保險公司的話 你現在沒有去過通知書 我都不給你錢啊 保險公司說他不給錢 但是 從政府的角度 他應該要給錢 這是另外一個 所以有人懷疑 有人懷疑蘇貞昌在幫保險公司解套嘛 因為你一個 3加4也是沒多久 三個禮拜的事情嘛 突然間3加4沒多久 現在變成0加7 這政策的改變的過程的背後 都充滿了一些貓膩嘛 都是偷雞摸狗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就是3加4才 3加4要開嘛 0加7 0加7應該就 0加7好像不用 不用開職格通知書 那不用開職格通知書的話 我怎麼出險呢 保險公司怎麼領錢 沒有那你就沒有 但是他如果 可是他原來已經保險了 我剛剛講說 他應該說 他在0加7的期間 他快篩陽性確診對不對 因為0加7的時候你是沒有確診的嘛 你只是被居隔 因為比如說 同住家人確診 所以你被居隔嘛 那這是0加7 可是0加7的過程你不是要快篩嗎 那你快篩 我就不用居隔啦 對但是你要快篩 你要出門 我就陽性 我就陰性嘛 陰性要對 可是本來 我陰性我可以你拿居隔通知書 因為我要陪 我要陪家人嘛 然後我可以去領錢嘛 對對對 而且沒有啦 但是他問題是說 他還是一樣要居隔 那個通知書 隔離通知書的原因是 我在0加7的過程當中 我快篩嘛 結果我發現呢 我塞到陽性了 那沒話講 塞到陽性之後 那我要視訊看診 對不對 那我要視訊看診 我要先拿到 對我塞到陰性 塞到陰性 開不開 陰性就不開 塞到陰性不開 那我問你嘛 那原來塞到陰性 開不開 原來塞到陰性 也開 開嘛 開 開跟不開 差在哪裡 差在可以領保險 對保險嘛 所以我聽完就是 他搞這個玩意 0加7就是要幫保險公司解套嘛 因為原來保險公司會有一大票的居隔 塞到快篩陰 然後我要居隔的 對不對 3加4的話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去領錢嘛 可以領大概6到10萬塊左右嘛 因為我 比如說 我們家人親戚 我兄弟現在是 確診 那我是陪他的人 我變成快篩陰嘛 快篩陰到現在我變0加7的話 快篩陰就沒有問題啦 我就可以上班了對不對 那問題是他就不開區別通知書給我啦 就沒有了 那我的保險機就不能領啊 是不是這樣講 那這個這種人 我先請問你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保險人 我又不太懂這個 就是你去投保險的人 然後你家裡面有4個人裡面 結果有4個人裡面 他是快篩陰 有4個人裡面3個快篩陰一個是快篩羊 那現在原來是4個都要賠的 現在只賠一個 所以你要自選3加4 你可以自選說我不要0加7 我要3加4 可是問題是說保險公司現在認為說 你是自選你是故意要來領錢 我不賠錢 當然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講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政策 我現在這樣講 這個政策 這個貪官 貪官害人 壞的官在幫助財團賺錢 他幫財團解套嘛 因為你3加4 才3個禮拜 突然間改0加7 沒有任何一點基礎 0加7是不是應該要 等到你的疫情再高 一段時間 我們的集體免疫力成熟以後 你再開放0加7 你不覺得0加7 開放很快嗎 所以外面所有的人在 懷疑說 這在幫保險公司解套 我的問題在這裡 那現在已經證明了 如果我快篩因在家 我本來有開資格通知書 我可以領錢 現在我就不能領了 所以這個是誰幹的事情 這是行政院 蘇貞昌幹的事 我告訴你 陳時中沒這個膽 就蘇貞昌才有這個勇氣 幹這種爛事情 幫保險公司解套 選舉是跟他斗內要有錢用的 這樣簡單的 不要臉的官就是這樣子 保險公司解套 就 archives 告知書 有幫保險公司 讀 報告 答案 報告 tomorrow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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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